美国律法申请人如果现在持有白卡 未来会不会丧失绿卡的申请资格呢 还有加州全保是不是属于社会福利 基督教绞生医疗中心 这个星期特别举办了两场法律讲座 要透过专业的律师免费为民众解答 因应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移民局通过的新规定 凡申请绿卡人士若领取社会福利 从10月15日起被视为公众负担 角色医疗中心特别举办两场法律讲座 要帮雅艺申请人避免领了白卡丢了绿卡 其实呢这个法案或者这个白卡 不会影响你的绿卡 如果你已经有绿卡的话不会受影响 当然如果你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可能需要考量 活动还特别邀请到洛杉矶县 邻里法律服务处的专家 亲自说明已经领取绿卡 目前等待入籍 有哪些影响 与申请加多全保算不算是公众负担 相关罚款又将如何计算 我们认为这个新的规定 其实是不影响大部分的移民的 首先它不影响已经成为公民的人 它也大部分不影响已经拿到绿卡的人 除非你是持有绿卡的这个永久居民 然后离开美国六个月以上 你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 还有大部分这个家庭是小孩子已经是公民 那大人的绿卡身份或其他移民身份 是不需要担心小孩子的福利 造成大人身份的影响的 基督教绞生医疗中心 关心新移民生活 两场免费法律讲座 分别是10月5日 周六上午10点与中午12点 在Rosemite市脚身医疗中心举行 欢迎有需要的观众把握机会 动视新闻团队在卢山基的长报导